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妃子 年轻时被冷落 靠儿子才升到了妃位 78岁还经常被皇帝翻牌子 死后又被追封为贵妃 这说的就是历史上的于妃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她的一生 要说好色的皇帝 那么乾隆一定要算一个 80多岁还在选妃 为了证明自己饱到未老 硬是让妃子多次侍寝 那么于妃 究竟有怎样的魅力 能让乾隆在80多岁时 还多次翻她的牌子呢 是她面容娇好 令人钟爱 还是她懂得与夫君的相处之道呢 其实这些原因 彤彤和她没有关系 于妃的一生大多是不受宠的 她出身于科里耶特市 因为祖辈在吴三桂叛乱时期 探别反清 导致家族一直在朝中 受到歧视和打压 从康熙到雍正时期 于妃的父亲最高 也只是个从无品的小官 而就在这时 于妃被送入王府 成为了王妃之一 当时的乾隆 还是个皇子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皇子 是未来要继承大统的皇上 这一点无庸置疑 因此嫁到乾隆家 对于当时的富家女子来说 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然而于妃 再入府后 并不得宠 她出身并不高贵 性子内敛相貌平平 她知道自己 没背景 没姿色 因此在宫中 一直挤言慎行 不争不强 很多时候 还没有一个下人 有存在感 乾隆也很少 与她有过交流 1735年乾隆即位时 按规矩 都要把府里的侍妾 奉为妃嫔 而当时的于妃 只被封为了常在 可见她的地位一般 那么 从几乎没有存在感的 再到70多岁时 还经常被皇帝翻牌子 于妃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那是在乾隆即位 两年后的一日 她在后花园闲逛 在众多身影中 看到了于妃 她觉得于妃 在她还是皇子的时候 就嫁给了她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确实只封各常在 有点说不过去 因此召见于妃 象征性地 给她升了一级 成为了贵人 而于妃性格沉稳 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 不懂得讨好皇帝 在被升为贵人的时候 也没抓住机会 因此日后依旧不起眼 然而 随着一年又一年过去 比她后入宫的秀女 都被封了妃 可她还只是个贵人 她却毫不在意 她觉得过好当下 平平淡淡才是真 在这偌大的身宫中 下人和妃子 都为服务皇帝而存在 她却像个局外人一样 看着宫里 一幕幕景象地发生 和她没有任何关系 然而命运 总是让人难以捉摸 就在她以为要一个人 过完这辈子的时候 终于迎来了她 改变命运的转折点 一天晚上 不知为何 乾隆选中了 毫不起眼的 于妃事情 或许她已厌倦了 妃嫔间 你争我斗 换个从不争宠的 于妃事实 也或许 是觉得这么多年来 从未试过 这次想要找点新鲜感 然而 就在几次临性后 于妃的生活 与从前大不一样 过了不久 于妃便怀孕了 这对于她来说 简直就是意外之喜 经过十月怀胎 于妃生下了一位皇子 她就是 众所周知的 武阿哥永齐 要知道 在人心叵测后宫中 生下一位皇子 是多么的不容易 这代表着 可以母凭子贵 因此 于妃 凭借着自己的儿子 得到了诸多的赏赐和奖励 身份一下 就晋升为贫位 果不其然 武阿哥永齐 非常聪明优秀 从小便展现出 异于常人 天赋于才华 这两乾隆 非常喜欢这个天才儿子 于妃也被晋升到费位 并得到了许多奖赏 就这样 于妃凭借自己的儿子 在后宫站稳了脚跟 逐渐有了一定的地位 而永逸天天长大 也意识到 自己的母亲 并不十分受宠 因此更加努力刻苦读书 让母亲能够 更受皇上的宠爱 在读书方面 他将各位圣贤语句 熟记于心 并有着自己读到的见解 思想非同一般 另外 他在语言方面 也极具天赋 他不仅精通汉语蛮语 还掌握了 藏语蒙古语和朝鲜语 等十七种语言 就连书法写的 也是一绝 令人连连称赞 用其不仅文采斐然 习武方面 也极具天赋 骑马射箭样样精通 每年前龙 带着众多皇子 去围场秋冽时 永齐都是极为亮眼的存在 除此之外 永齐在天文历法地理方面 也大有研究 还出过相关著作 可以说 永齐上知天文下小地理 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如此种种 让他在众多皇子中 脱颖而出 乾隆对这个儿子 更是喜爱永家 看着自己的天才儿子 如此杰出 乾隆倍感欣慰 因为他也曾自认为天才 就这一点 让他觉得 永齐是个不错接班人 然而 光是这些还不足 让乾隆利用其为储君 直到这件 让他备受感动的事发生后 乾隆便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一日夜里 乾隆在圆明圆歇下 忽然间失火 很多人仓皇而逃 生怕葬身火海 只有永齐一人 在得知乾隆还在殿内后 毅然决然选择冲入火海 把自己的父亲救了出来 这件事 着实感动到了乾隆 毕竟这么多儿子 只有永齐不顾自身安危 去救自己 于是他更加坚定 自己的想法 选择永齐继承大统 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 乾隆三十年 永齐被封为何树龙亲王 如果一切照这样发展下去 倒也不错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被封为亲王后 永齐便宜兵不起 找遍了宫中所有太医 都没法子 第二年便撒手人寰 年解二十六岁 这对于于妃和乾隆来说 都是巨大的打击 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于妃 宠爱也不负从前了 毕竟他是因为永齐 才得宠的 而此时皇上身边 也有天心人 令妃淑妃地位 都在他之上 那么为什么晚年时 乾隆还会翻于妃的牌子呢 我们都知道一直以来 永齐之死 对于乾隆来说 都是非常沉痛的回忆 即便后来 立家庆为继承人 他也会在每年永齐的忌日 赴侍一手来怀念他 可以说乾隆晚年 充斥着对永齐的怀念 而能够陪他一起怀念的 就只有于妃 于是于妃78岁时 还被翻了牌子 晚年的乾隆和于妃 在一起的日子 虽不像年轻时 浪漫恩爱 但他们可以共同回忆 他们的儿子永齐 一同追忆过去的时光 乾隆57年时 于妃逝世 乾隆追风 他为于贵妃 自此于妃 便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一生 时光你慢慢走 或许当一个人到80岁时 或许怀念的 永远是那个 在年轻时最优秀的儿子 乾隆虽为天子 但逃不出这样的宿命 中年是爱子的痛苦 或许只有亲生母亲和父亲 才能体会到 今天就到这 下期见 下期见